一个陌生来电 几句简单问候 是谁让古兮老人言听计从 逐步上钩 他说他是同一旁的新老科大夫 话言巧语推心致富 嫌疑人利用何种手段 让被害人深信不疑 捐献公司日会 捐献一千个一万 对于犯罪分子 针对中老年群体的骗术 我们该如何防范 敬请收看平安365 京城名医的来电 2017年4月2日 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 府宁分局 接到辖区居民王传生的报警电话说 自己省吃俭用攒了半辈子的养老金 六万元被人骗走 事情还得从王传生接到的一个电话说起 2017年3月22日下午 在家看电视的王传生 接到了一个以010开头的电话 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陌生的来电 正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王传生在获悉了对方来自国内知名药行后 并没有挂端电话 而是尝试着与对方攀谈了起来 让他意外的是 这通电话 王传生竟收获了一个惊喜 网上和电话买的那个药品 人家国家有政策给报销 享受国家政策 全额报销药费 难以置信的是 这天大的好事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原来 王传生常年患有静脉曲张等疾病 每个月都要花一千多元购买药品 由于身体原因 王传生一家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 全额报销药费这一福利 无疑是血中送炭 当时打电话是010的号码 我先北京的 那他能说差了 他说一个国家给你报销 也不是我个人给你掏钱 这让我相信了 王传生与这个所谓的同仁堂大夫 交谈一番后 便向其询问如何报销药费 对方在电话中告知 想要获得这笔报销款 是有一定条件的 他说得够一万块钱给报销一回 据这名大夫说 国家最新政策 自2016年国庆起正式实施 凡购买药品达到一万元的 均可全额报销 而王传生自新政实施起 累计购买的金额是8500元 也就是说 他需要再次购买价值1500元的药品之后 便可达标 领取一万元的报销款 犹豫再三 王传生还是向这名所谓同仁堂的医务人员 汇去了1500元 没过几天 他果真收到了三盒 保装精美的保健品 在收到快递之后 王传生便迫不及待地 向这个所谓的同仁堂药行 拨去了电话 本以为按照规定 可以领取一万元的报销款 可谁知 对方在电话中告知他 又有新的优惠政策 即将出台 在电话中 这名大夫告诉王传生 只要资源捐献五千元 便可获得红十字会的五万元返线 但是想要得到这笔返线 必须先交纳两万元的保证金 此后这笔保证金 会与返线钱款一并返还 好事接二连三的到来 让王传生心里十分高兴 第二天 他便给对方汇去了两万五千元 本以为保销款 能够顺利返还的王传生 不会想到 在这背后 还有着一个更大的阴谋 不久后 他又多次接到电话 内容依然是以各种理由 要求汇款 为了能够顺利拿到返线钱款 在随后的日子里 王传生在对方的指示下 分别汇去了公证费 一万三千五百元 手续费八千四百元 认同费七千五百元 税费四千九百元 加上之前汇款的两万六千五百元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王传生供给汇款六万零八百元 直到2017年4月2日 在其向所谓的同仁堂 致电询问返线的时候 才发现事有蹊跷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这后再拨 这时 王传生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上了当 于是他赶忙报了警 在邦安民警对被害人的后续调查中得知 王传生 又是三岁 是秦皇岛市某单位的退休职工 自己和老伴的日常开销 都是靠每月三千元的退休工资 被骗的这六万余元 是老两口多年来省吃减用攒下来的养老钱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侦破此案 警方决定兵分两路展开调查 首先想追清专款的具体去向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想通过嫌疑人所使用的电话号码 获取更多的嫌疑人信息 但是这个号码在案发后就已经停机了 一案未破 一案又起 究竟是谁在导演这一场场骗局 东城区一个财政局长吧 警方调查锁定幕后黑手 ATM机锁流影像能否成为普案关键 平安365 京城名医的来电正在播出 就在警方对王传生汇款账号调查的同时 2017年4月7日 秦皇岛市公安局辅宁分局 再次接到辖区居民周冰华的报警电话 当时啊我说接到一个电话 说他是那个什么北京东城区一个财政局长吧 突然接到这样的来电 也让周冰华有些意外 这个自称北京的局长到底有什么事 在电话里这位冯局长说 基于国家最新的医保政策 可以为周冰华报销其购买保健品所花费的钱款 原来周冰华常年患有风湿病 经常会通过网络及药店等渠道购买保健品 以缓解病痛 然后他问完了他就说呀 我这些个钱呢都可以报销 在电话中周冰华感到 这位冯局长对自己的患病及用药情况比较了解 自然就相信了他的话 与另一起案件如出一辙的是 对方在电话中告知 想要获得报销款 必须先交纳保证金手续费等费用 前前后后呢 我一共给他打了四万块钱 短短几天之内 纪连发生的两起案件 不仅说明了犯罪分子的猖皇 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 不法分子为什么总能以医疗报销等借口 针对中老年群体实施犯罪 就其原因 一方面是中老年群体 由于身体机能下降 诱发各种疾病 必须依靠药物的帮助 来维持身体正常的运转 经济者调查发现 在中老年群体中 日常服用药品及保健品 已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 实施犯罪 而另一方面 中老年人贪图便宜 期望全额报销的心理 也是上当受骗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警通过对两起案件的案发过程 侦察发现 两位被害人均是已接到陌生电话开始 被不法分子编造虚假信息所蒙蔽 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遭人诈骗 符合电信诈骗案件的基本特征 在确定了案件性质后 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展开侦破工作 那下一步咱们以社会人打款账号 作为切入点 把这个作为下一步的功能方向 冰警发现 在两起案件中 被害人都是向同一账号进行汇款 那么这个银行账号 能否成为破案的关键 通过我们调查嫌疑人的账户信息 发现办卡的人 是以一个叫陆阳的人办理的 这是一个虚假身份 办理的一个银行账号 嫌疑人的账户卡 在案发后 曾在张家口的一个 工商银行的ATM国员机上 取过钱 为了在第一时间 获取嫌疑人影像资料 办案民警 立即调取了这台ATM取款机的 监控录像 确定了取款嫌疑人的正面影像 这个嫌疑人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他在取款的时候 戴着帽子 有意躲避侦察 那么这名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到底是谁呢 他又藏身何处呢 为了能尽快获得有效的破案线索 办案民警想到 借助天网系统的帮助 调取沿途路面的监控视频 找到嫌疑人取款后的落脚点 通过对监控视频的分析 民警发现 嫌疑人在取款后进入了距取款机不远的一处小区内 那么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发现 分罪嫌疑人在这个小区内几天内多次出入 所以咱分析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小区藏匿或者是居住 那么此刻他是否就在小区内呢 经过多日的遁守调查 民警发现 嫌疑人经常出没于该小区三号楼 2017年4月20日 边一民警将下楼取快递的犯罪嫌疑人成功控制 并根据其供述 警方将藏匿于该小区三号楼二单元502的 其余三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在这间不棄案的民房内 警方供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名 手脚作案电脑一台 固定电话五部 手机八部 银行卡四张 电话诈骗剧本两份 即人员信息九千余条 画面中的这个男子就是该组织的头目 曹广图 河北省秦皇岛市人 35岁 吴野 那么这个以曹广图为首的诈骗团伙 是如何编制这场骗局的呢 这件诈骗频频发生 类似案件究竟缘刻而起 从网上购买 中老年人频遭诈骗黑手 个人信息又是如何泄露 平安365 京城名医的来电正在播出 经过对四名犯罪嫌疑人的初步审讯 警方得知 获取中老年人个人信息进行电话诈骗 是该团伙的主要作案手段 据曹广图交代 2017年3月20日 他在网上购买到了包括王传生 周冰华在内的700余条个人信息 包括家庭住址电话的 随后团伙人员李斯等人 便会根据这些信息致电被害人 一开始就是说 以这些有的以这个同仁堂的 或者有的以一些这个中老年 慢性病康复中心的 等等一些这些单位吧 反正就是给这些老年人打电话 比如说呢 您之前是有通过电视媒体 我们网络这一块有购买过一些保健品药物 对不对 那买了以后呢 现在咱们用多长时间了 这个用药效果怎么样 据曹广图交代 在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后 团伙成员便会向被害人介绍 其享受国家政策的条件还不达标 需要继续购买一定数额的保健品 在被害人支付了一定数额的钱款之后 该诈骗团伙会向被害人 邮寄一定数量的保健品 但这类保健品多为残子品或者假货 价格远远低于被害人支付的金额 随后团伙成员会以交纳银行保证金 好处费等理由 诱导被害人继续汇款 实施诈骗 王传生及周冰华就是这样陷入这场骗局的 在整个诈骗过程中 团伙成员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由团伙头目曹广图负责购买个人信息 及管理团队日常事务 团伙成员刘静及李四专门负责拨打电话 而赵凤华则负责办理银行卡 进行取款等业务 由于分工不同 团伙成员可以获得不同的提成 在本案中 个人信息的泄露是整个案件的源头所在 那么曹广图团伙所掌握的 中老年人信息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从网上购买的 反正我买的不是很多 每次也就买个千八百条的 通过QQ好友 曹广图以极其低廉的价格 购买了近万条中老年人个人信息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查这些信息来源 经过对曹广图等人的审讯得知 他们以相同手段 在河北 山东 山西等六个省份 十多个地区实施诈骗 四十余起 被害人四十余名 总涉案值二百余万元 目前 曹广图等人因诈骗罪 已被河北省秦皇岛市 府宁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由于该团伙的肆意挥霍 王传生及周冰华被骗钱款 已无法追回 好在他们通过这起案件提高了防范意识 对于电信诈骗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面对发生在中老年群体中的电信诈骗案 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 绝对不能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 信息等 特别要注意的是 不论对方怎么说 都不要泄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信息 存款信息等 家里有老人的 一定要多和老人沟通 提高他们的防范意识 此外 平安365再次提示 中老年朋友 将自己的银行卡与子女手机进行绑定 并开通取款提醒功能 方便儿女在老年人取款后 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并及时获知前款去向 2017年4月30日 吉林省延吉市工业区 太阳木工厂厂房突发大火 延边州公安消防支队 延吉大队特勤中队消防员 迅速到达起火现场后发现 两间着火的库房已经全部坍塌 火势猛烈 现场熔岩冲天 由于着火工厂的消防通道狭窄不长 厂房内堆积着大量的木材 且火厂周围没有水源 大大增加了火势铺就的难度 经过12个小时的分离铺就 大火最终被成功扑灭 据调查起火原因是电气线路短路引发的 平安365提醒您 消防通道及生命通道 请您不要随意堵塞 并随时检查清理火灾隐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